我们上一集说到 赵国被围困在巨路 反情蒙主楚怀王 立刻排在他的手下 项羽刘邦前去解围 项羽主力直接北上巨路 而刘邦则向西打秦朝老朝的关中 并互相约定 谁先到关中谁就可以称王 项羽这边与秦军主力正面迎击 因此耽误了很多时间 反观刘邦是直线向西前进 不仅道路好走 更因为秦军主力都在北方 没遇到什么抵抗 就打到咸阳家门口 此时秦朝内部早点内讧 秦二世宇糟糕 都已经在战斗争中被斗死了 当家秦三世子英 亲自出城投降刘邦 致此秦朝城市面亡 后来项羽消灭秦军后 三三来迟 凭借着手下40万大军 而刘邦只有几十万人 敢炮了刘邦 并当起了起义军首领 身为首领 竟然秦朝面亡了 于是项羽开始大搞分封 把全国分封给18个诸侯 像是刘邦被封为汉王 被损到巴蜀汉中一带 并把秦国三位降将 张涵、司马兴懂议 分封在刘邦家门口 防止刘邦出关 项羽自己也回老家蓬城去了 但项羽的分封 又造成了一次天下大乱 很多人不满分封的结果 互相征伐 首先造反的就是田荣 田荣是齐国太上皇 拥有一定的实力 但因为不认识项羽 所以日后封赏时 没有被封王 于是身心不满打起了反抗项羽的大旗 面对田荣的步步进逼 虽然西边的刘邦也纯纯欲动 但自诩了世界警察的项羽 采取了先骑后暗的战略 决定要先面掉旗再教训刘邦 于是开始准备北伐 项羽依依旧还是那个项羽 楚其在成阳决战 双方兵力都是10万人 基本上 我们的兵力没有多过于项羽几倍以上 相同的兵力与项羽硬硬的情况下 都是被碾压的 不意外的楚军大胜 田荣败倒到平原 被当地项羽杀死 出于报复心态 项羽开始抢前抢娘的抢娘们 沿途将城墙防污烧光回平 并撑杀翔族大肆滥杀 由于项羽的屠杀 引起了齐国上上下下更大的抗争 誓死抗楚 田荣的弟弟田恒 收集散分数万人 继续拼死抵抗 于是楚军深陷齐国战争的闹之中 无法动弹 而同时间 流邦趁项羽被牵制于齐 采用将领韩信的计谋翻越秦令 从城墙古道袭击张涵 但在张涵的强力防守下 让汉军一筹莫斩 这时流邦派另一致军 从三间小路翻山越岭牢过城仓 从背后偷袭张涵 随后汉军前后夹攻打败张涵 仅仅8个月的时间 项羽为流邦射下了三道防线 又被引力促破 张涵败死 司马先于董毅投降 这时流邦已经占据了 战国时期秦国的地盘 结合各路诸侯形成反楚联盟 清帅五路诸侯联军 共56万人 浩浩荡荡并升山路 攻入楚国境内 直奔项羽大本营 蓬城 项羽得知流邦打到老家的消息 仍坚持掀起后安然的战略 在定陶 局域 阳下一带 附下一道防线 由向他和龙且等将离防守 以保卫蓬城 但毕竟储君主力都在攻其 国内空虚 不久就被流邦突破 此时楚国的精兵猛将 都随着项羽去攻打齐国了 只有一些老落残兵留守红尘 听到流邦大军以来不战而降 而这时项羽东西腹败受敌 各路诸侯纷纷背叛他 他自己也身陷齐国的战争泥绕 他还听到流邦把自己的老巢给掀了 陷入了两难的局面 到底要继续打齐国 还是回去救楚国 如果继续打齐国 流邦就会回军北上 且失去了楚敌的后勤 也支撑不久 但如果回去救楚国 不但前功尽弃 齐国也会趁机偷袭 且听说流邦有56万人 不是5万也不是6万 是56万啊 项羽想来想去 不管学哪一条路都是实路一条 小朋友才选择他两个都要 于是他一面要部将继续扫荡齐国 他自己则签点手下的寄兵 共3万人准备昼夜间程回救蓬城 这3万人是储君中精锐的精锐 大名鼎鼎的柔帆寄兵 柔帆是北方游牧部落的一只 非常的小勇善战 柔帆被赵武林王面后 高杰也胡扶其色 只有擅长其色的人 不管你来自哪里 都会用柔帆来称呼 算是一种美名 就跟你会在上海飘游和豆浆一样 所以战国末期 赵国也依靠柔帆寄兵 赶紧与秦军打个平手 秦统一天下后 柔帆寄兵被编入长城军团 而长城军团日后又被项羽击败 转而加入储君 在项羽的支持下 柔帆寄兵的宝马武器装备等 被大力提升 成为项羽手下最精锐寄兵之一 另一只精锐则是江东的八千子弟 这是项羽的亲卫队 就这样项羽带着三万柔帆寄兵 昼夜间程紧急回防处地 他并没有直接顺着衣水南下 直到黄龙大团城 毕竟那边柔帆已经破防了大军 而是以迅雷炎而不及的速度 从似水南下迅速地击败了外围的繁快 对 就是在红门宴上就有柔帆的那位行男 行男虽然战功飙柄 但遇到明显高三个档次的对手 也只能摸摸笔直撤退 紧接项羽炎的似水进攻蓬城 柔帆打下蓬城后 觉得身体来得太突然 每天过着纸醉金迷无限畅饮的日子 听到项羽已经濒临城下 赶紧戳掉在以水的阻力回防 与项羽进行火战 3万对56万大军 项羽霜面汉军用了多久 本来是半天 项羽又实战跟大家说 不是人多就有优势 3万名忌兵在汉军中左右冲杀 汉军自乱阵脚全面溃败 自相践踏伤亡不及其数 这里本来就是项羽的老家 他熟知地形有足场优势 把项羽挤出了汉军向东赶往市水 又在市水这边屠杀了汉军几十万人 汉军一纵慌忙要跑到水水边 项羽的寄兵就像幽灵一样紧接不舍 一边屠杀汉军一边把人赶入水水 人家在头边断流 而汉军则是用尸体把水水给堵住了 在水水汉 汉军又损失十几万人 而项羽继续重追猛打 刘邦帮最后在沙宝帮助下 带着几十人逃跑成功 老婆老爸全被项羽抓走了 而手下五十六万大军引飞湮灭 最后流氓跑到河南新阳 才发现项羽没有追来了 三万大军追着五十六万人打 从江苏徐州打到安徽宿州 最后到河南新阳 追了460公里 项羽再次创下一次不可思议的记录 之前倒戈的祝侯看方向不对 又纷纷称呼项王英明 这一年项羽才27岁 下一期我们依旧要来讲楚汉战争 解开一个谜底 秦始皇统赢中国后 派了三十万大军防匈奴 叫做长城军团 后来中原战乱又回来秦王 但派去南边打南越的五十万大军 怎么已读不回的呢 我们下一期就要来讲讲 这神秘的五十万大军去哪里了 楚怀王 楚怀王或称楚一帝 本名雄心 楚国人命看之前的楚怀王被秦国骗两次而死 怀念楚怀王于是也叫雄心楚怀王 楚灭王后 雄心在乡间地方隐居 转组为牧羊人 后来天下大乱 楚国老贵族也纷纷骑兵返秦 但需要一位吉祥物 于是向南勇立雄心为王 向南死后 野心勃勃项羽虽然奉雄心为异帝 但异帝其实就是吉祥物 最后被移民不杀害 流邦反项羽就又打着为异帝报仇 为什么楚国人会哀怜史书中被骗两次的昏君 以偶尾用地图一步步指出 请找怎么串改史书为祖宗天光的 红尘之战人获胜的原因 已是项羽拥有一支强大善战的楼帆祭兵 二时发动快速猛烈的气息 杀得流邦措手不及 曾遭毁灭性的打击 尚羽把祭兵的优势发挥到零零尽致 将祭兵的震撼力激动力与攻击力完全发挥 可说是祭兵之神 柔帆祭兵只是一个统称 很会色的人就美称柔帆 不一定是柔帆人 你是造人、楚人、燕人、奇人 色的主人都会被人称呼柔帆 而真正的柔帆 被造武林王面掉后已过几百年 精英已善于造国之中 哈喽,大家最近可能看过这款桌布APP Nox Lucky Wallpaper 如果每天看你的现在桌布 那或许你可以试试看这款动态桌布APP 在这款APP里搜索关键字 就可以找到喜欢的主题 还能加上喜欢的滤镜 每天都有海量的更新 更可以将自己喜欢的高解析和3D图片设置为桌布 如果都不喜欢 也可以用你喜欢的iG影片来做桌布 重点是完全免费 会来达到独一无二的转属个人风格喔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本新书 《马可博的十字军战争全史》 这本书非常的厚 顾名思义 他就讲所有十字军的战争历史 从背景到经过到结局 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 十字军东征共分了好几次 总计强过大概200年 但是这本书却写说 900年的战争全貌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后面西欧国家队 穆斯林的战争全部写了进去 像是西班牙半岛上 长期以来被穆斯林占领了七八百年 后来西班牙发起了光复国土运动 把穆斯林赶走 大概在十四十五世纪那一段时间 他也把这段历史也给写了进去 最后成就一个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开始 那十字军征他其实也蛮复杂 毕竟前后了200年 每次的战争对手目的都不一样 像有的对手是萨拉丁 就是阿拉伯那个正人君子 而有的对手是萨拉丁土耳其人 而有的对手却是拜占庭人自己的兄弟 因为他每次的成因后果背景 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这本书讲得很清楚它很厚嘛 这本书你只要读了 就可以彻彻底底 前前后后的彻底了解 十字军东征的原貌 因为这个作者是剑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非常的具有权威性 那这本书呢 我们还是要送出五本给大家 那你只要留言 我们就三本给观众 两本给VIP 那就这样子啰 等一下 还有我们后面还有一些书要介绍 镜头瞧一下 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史 下次再好好介绍 然后这本是 戏指天使投资人 回答新创企业家 最想知道78件事情 这个属于畅销书 它是比较属于桑馆的 这本是 国家内外博物馆的解套之书 这本书还没看过 不过它封面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特别喜欢它 那里面讲什么还不知道 深圳请示团 就是跟实际东征有点类似 啊 后面这些就 下次再介绍咯 那我们就这样子咯 记得留言 参加抽奖 拜拜